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奇緣 上一次我們講過了神話 差不多這個區域的介紹告一段落了 今天要幹嘛勒? 看看這裡是什麼好了 這三個人是怎樣?躺在沙子裡啊? 好,一屁 包袋關 誰要? 只有一個人活下來 嗅到一點陰謀的味道 果然巴耶克就是愛官閒事 還有這邊 有敵對的士兵在 總之 先把他們都殺掉好了 活在下士兵說不定是來抓兇手的啊 總覺得前面已經被整了好幾次了 任務真的有這麼單純的幫忙嗎 好 好 下一個 他趕快走欸 他注意到了 他注意到了 能游得到嗎 有了有了 YES 剩下最後一個 這個 這個如果射箭一定會不要 我過去摸掉他好了 剩下他了 應該可以 這邊還有一個 一個 復仇的人 這個是在這附近嗎 你只剩下一個人了啦 還吃豬勒 還沒有死 我之前打過那個 伊斯麥特 你有比他強嗎 沒有 沒有我就躺下吧 找到了 躲在水晶裡 看來送了太多魚了 看來送了太多魚了 我去警告那些士兵就在了 我去警告那些士兵就在了 這有什麼問題 放心吧 我不會失敗了 我可以在跟你交談 你看自己來什麼 蛤 蛤 蛤 你就這樣睡了 這個 這也太沒有防禦性了吧 這妹子 是 雖然說那個家都沒有門 好像我載沒載都差不多 他說他們家擁有這片土地幾百年 讓我還蠻好奇的 當時的土地是私有的嗎 所以這集就來看看 埃及的土地制度是怎麼運作的吧 最早的時候 埃及人的觀念中 土地是屬於眾神的 而在人間負責管理這些土地的 就是神的代理人 法老 人們只能擁有 使用的權利 取得使用權的人 可以獲勝這塊土地 並利用土地來營利 這種土地的使用權不限於真正的地面 還包含了城市的建築物 根據古希臘的歷史學家 西羅多德描述 在法老塞索斯特里斯的時代 他曾經提出 把土地平放給他所有的人民 並且收取租金的政策 等等 右邊好像沒人 啊 miss 來了來了 離開 離開 來啊來啊 單跳啊 啊啊我把我的盧打爆了 我沒有盧可以用了 好吧那就用我自己的攻好了 啊我在幹嘛 插到木狀上 啊 啊能不能把他撿回來嗎 啊能不能把他撿回來嗎 喔有一個人爬上來 你要跟到我 拜拜 拜拜 再來這個大娜呢 這個往這個距離應該可以 誰要幹嘛死 胡刀胡刀 哇很張啊 好死不是 後面來一個 來不及走啊 啊好痛啊 啊 快 啊 我们继续说 就政策中提到 如果一个人的土地被河水冲走了 他可以去跟法老说 法老就会派人去检查 计算损失的量 再根据损失减少租金 因此也被认为集合学的发人帝是埃及 随后才存入希腊 到新元前664-332年间 土地权力开始逐渐变化 由原本法老一手掌握 慢慢往私有迈进 开始出现了土地投资收购的经济活动 并且出现了不少土地买卖的契约 但即便如此 在法律上 拥有这些土地的 还是代表神的法老 因为在这里 拥有土地就等于是拥有大量的利益 古埃及曾经被周边的帝国多次入侵 像是库什、波斯、亚树、希腊、罗马 但当地的土地文化却没有中断 而是入侵者 自己当起了法老 维护了这个传统 看一下这个 不过他拒绝把枣岩农场交给我 那个狂飞的像巴老说我的第一期是假的 他必须死 他的家人也是 让他看起来像是意外一样 然后我们就能共享这座农场的利益 目前你的人可以先在我的湖边中的休息 但别想白白利用我的款待 你如果没有在两周内 回到亚历山卓的我家门前复命 你就准备好一起寿司吧 索弗尼欧斯 上面还有更大的 或者这家伙 那我们继续说下去 到托拉密王国时代 烦恼开始将土地的终身使用权 分给了他的士兵 神职人员和皇家护卫 这个使用权逐渐演变成可以被继承 并且在一百多年后 继承权也开放给女儿 也就是我们这次事件 主角所在的年代 他大概是埃及第一批 拥有土地继承权的女性 直到是这个情况之后 就会特别希望他农场能够稳定经营下去 两颗护卫的家伙 想要抢农场 你把他宰了吧 我可不可以不要追第二个啊 直接抓前头的那个下来 来啊来啊 上不定我打得赢了 经过伊斯迈特 铁鹿手的训练 好 我那叫的吗 我还叫的吗 來起 糟糕 糟糕 起一片二賞 無妙 無妙 快上馬桃桃桃桃桃 就是你 就是你 托拉蜜 就是你的錯 哎呀 又打輸了 那我們再往下說 當時土地利用了分配 根據信任前118年一份資料顯示 大概有52%的土地是租給農民的 34%是分給上面所說的這些人的終身使用權 6%是寺廟 其餘是無法開墾的荒地 能夠這麼精準的測量跟計算 都歸入於當時埃及的數學知識水準 也讓他們能夠造出大城市 金字塔 神廟 道路 交通系統 並且透過這些來獲得各式各樣的稅首主 更重要的是 因為尼羅河每年氾濫 養育了這個文明 但也同時會造成土地 生命財產的損失 因此有必要不斷的調查土地變化 這樣今年累月發展下來 自然就變得很先進了 1909年曾經有人用現代的三角測量法去驗證 發現以前埃及用繩索繩結做出來的結果 準確度是可信的 而且當時就有土地分區利用的概念 它們有氛圍 1. 在尼羅河的氾濫平原上 用來種植小麥跟蔬菜 設有區域水利灌溉系統跟水壩的地區 2. 能夠透過水利系統灌溉較高的地區 3. 生產紅棗跟葡萄的綠洲 4. 農牧民族 住的尼羅河西部 沙哈拉沙漠 礦產在東邊的岩墨 城市土地 還有神山的土地 這些測量 管理 交易 租賓的概念 都相當接近現代 比起歐洲的社會進化 早上非常的多 我完了 剩下就是進城仔那個傢伙了 那邊有一隊 有一隊騎兵欸 唯有手癢 要宰他們 試試看啊 這次我騎馬 總不會再打輸了吧 夠痛夠痛 夠痛夠痛 上一刀 帥帥帥 來啊來啊 啊 啊啊什麼什麼 我怎麼快死了 走走走走走走 無妙啊 啊 啊 不好意思不要隨便在路上找 應該等一下好了 我沒那個實力啊 啊 乖乖乖進城 終於快到了 跑過來 整個區了 艾亞 不過艾亞還要再等等 我今天就是來 幫其他妹子 把艾亞亮一邊 幫其他妹子 抓到你啦 還有一個綠色的金牌齁 小的很傻 小的很傻 這是因為 很多的美麗的藝術 都被拆掉了 我們有能力 避免他們 我聽到 這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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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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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特報仇的守護者 而不是 獅頭 牧獅 公務局長把農場交給我那狂飛的小毛老鼠 這句是假的 這跟之前看過的一模一樣嗎 進來一箭 跑喔 跑喔 欸 你又是打不死的 補一刀 他們居然逃跑了 要讓回來了 真的逃跑了 有本事回來啊 男小鬼 有本事回來啊 男小鬼 好 好 啊 你的守護已經沒了 該不會想要開一圈逃跑吧 我終於一條 去哪裡 可悲者人的可悲結局 有機會再回去見她嗎 我們這一次 就差不多到這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留言 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和直播喔 還有FB的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掰掰 好 別再次 你叫做小鈴鐺 好 我們順便